北京时间9月28日,中国女排正在杭州备战亚运会,对于主教练蔡斌来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,在奥运资格赛没有拿到直通奥运门票后,第一个目标计划失败。 接下来的杭州亚运会,蔡斌此前也已经定下了目标,那就是必须要捍卫主场荣耀,拿下冠军。 如果说蔡斌率队拿不到杭州亚运会冠军的话,相当于连续两个目标都没有达成,蔡斌距离下课也就不远了。 中国女排新周期作为中国三大球的希望,一直以来都受到了球迷们的高度关注,大家热切期盼中国女排能够在新周期重返巅峰,能够回归世界之巅,争取在蔡斌的带领下重返冲击世界冠军,毕竟这也是我们中国三大球唯一的希望,但事实证明中国女排辜负了大家的希望。 球队在奥运资格赛上的糟糕表现,并不是因为球员水平差,或许是主教练蔡斌的一些错误决策和混乱指挥,有些话舌添足了。 本次女排奥运资格赛,中国女排成绩差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主教练蔡斌这边。 大家诟病蔡斌临场指挥问题,换人失误的问题,包括临场的把控全局和发现问题的能力都不足,这也暗示着蔡斌目前出于信任危机,随时存在着下课的风险,毕竟自己立下的军令状,第一个没有完成,没有拿到奥运门票,第二个目标杭州亚运会的冠军就成为了蔡斌的救命稻草,但是这个救命稻草抓不住的话,蔡斌等待着的只有下课一条路了。 很多球迷都认为蔡斌与郎平的能力相差甚远,大家也都呼吁郎平能够早日回归中国女排执教,毕竟郎平的能力当初是得到了很好印证的,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如果郎平可以这个时候回归,可以帮助中国女排度过危机,并且早日完成出敌反弹,事实证明郎平会回归吗? 我们看到,近日郎平也是在中国女排低谷期内选择出山亮相,走上了新的岗位,接受邀请,成为了运动精神的主讲人。 郎平用自己的方式给中国女排带来了助力,也算是让蔡斌的球队获得了更大的信念和信仰的支撑。 在郎平的身上看到了永不服输的韧劲和顽强拼搏的斗志,中国女排队员们也会备受鼓舞,获得了更大的能量,传承了老女排精神,相信中国女排接下来也看懂了郎平的这一片良苦用心,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更高昂的战斗力,全力以赴,拿下杭州亚运会冠军。